主要国家纷纷推出封关措施。市场忧虑对环球经济的影响可能比想象中更大。 有道是别人恐惧之时便应该贪婪。此投资金具,现时又是否适用于香港楼市。别人贪婪时你应该恐惧。别人恐惧时你应该贪婪。 说穿了是一种相反策略。透过观察整体的市场气氛,留意资产有没有超买或超卖,再作出入市决定。但实行起来,却有众多问题。 第一,最坏的情况似乎未发生。如果最坏的情况已经出现,整体市场气氛过度悲观。 资产超卖。当反映情况好转的数据公布。气氛好转。资产价格理应回升。 此处的假设是,最坏的情况已经,或者快将出现。问题是,参考一些数学模型。 欧美最坏的情况似乎仍未过去。中、韩、日的政府或者因为制度偏向威权。 似乎暂时压制了疫情的扩散。但欧美初期社会似乎低估了威力。 迟迟未有推行社交隔离。至最近才有较像样的隔离政策。 参考一些疫情的数学模型。他们的确诊数字似乎仍会急升一。 两星期。而为了应对,各国封关或所国的措施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。 现时难言市场已到了最恐惧之时。第二,香港的楼市似乎未见有真正调整。 相反策略的用意,是捕捉低位入市,而回看本地楼市。 由去年到今年,至目前为止,尚未见到楼价有明显的调整。 情况可能是本地楼价因为某些因素而对调整免疫。 又或调整制后未出现。第三,银行未必配合你的积极进取策略, 除非你打算现金购买物业。 否则入市时仍需考虑银行的取态。 在经济前景不明,甚至预期主要大国因封关导致需求减少。 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,银行对按揭批核可能会较正常时期保守。 市场已传出,部分银行对于个别受疫情影响行业从业员的按揭申请。 批核较为严格,例如个别行业的佣金收入,会打折计算。 暂时仍然,如果非旅游、零售等受直接影响行业,而收入又是固定薪金为主。 暂时未见银行在处理申请时有过度收紧的现象。 但要留意,如果经济收缩再持续一段时间,银行在物业估值, 最长还款期的安排上,也可能采取较保守的态度。 简单来说,就算你认为自己眼光性人一筹, 有信心在别人过分紧张之时捕捉楼市低位, 是否可以达成入市计划。 也要考虑银行的按揭取态, 而后者已经不是个别按揭申请人可以左右。